每年5月花莲大西瓜进入产季 但是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产销市场有些冷心 令瓜农忧心不已 随着首播大西瓜从南区秀古卵西开始上市 现一会农业小组在召集人王燕梅的带领下 特别前往玉西地区关心西瓜的产销情形 并以实际的购买行动来支持推广 新冠肺炎疫情防疫之下 2020年的花莲大西瓜 西瓜虫秀古卵蟹蟹嫌罚难上架 但是受到疫情以及全台产季意外撞起的双重打击下 大迟到的果饭 终于让忧心苦等的西瓜农 破涕微笑松了一口气 今年的花莲大西瓜开花期 碰上了阴雨湿冷的气候 瓜农说日照少 熟成的温度不足 使得多数西瓜果粒偏小 平均在25胎金上下 但是西瓜农用心栽培 再加上优渥的天然条件 好山好水 孕育出产的大西瓜 品质保证 香甜多汁 杀很大 今年大概剩下两三层的 那个三十斤的没有 真的就是西瓜 你看它整个都 比较小 为什么会比较小啊 因为它气候之前温度比较低 之前它温度低 这个西瓜就是要太阳 温度要过 它就生长会比较快 就是之前还有寒流 以前的寒流 所以说我们刚嫌瓜以后就气氛就低 所以说它长不大 如果像今天像这个这几天的气候 它就长得很快 哦 西瓜就是要有温度 温度 那我们今天农业小组来到我们玉璃这个示范的瓜农啊 瓜 西瓜园区 那在这里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这个 不错啦 那里市区也很远 那所以希望在这边我们全国的朋友们来这边这个买我们的西瓜啦 希望我们所有这个厂商啊都帮我们收购这些非常营养而且丰富的一个这个这个这个西瓜啊 我刚刚尝试一下哇甜而且看起来非常漂亮的真的很好吃沙沙的我想这个销售量应该是希望我们厂商啊你来购买保证你们生意兴隆 香甜多汁口感沙沙绵密的花莲打西瓜在疫情影响下整个西瓜市场不太活络 弄正单位提前规划产销策略来因应 今年我们花莲呃县政府啊啊在我们农业小组的一个指导在我们徐县长啊积极的一个呃规划之下 我们呃有一个架设一个网站啊啊叫做花莲先送 那各位只要打这个花莲先送这样的一个网站啊 就可以把我们花莲啊所有这一些瓜农啊他们所生产的这些啊各种品牌的一个西瓜啊都能够呈现出来 他们的外包装啊他们的联络电话啊他们的相关的优惠的一个行销的一个措施啊都在里面啊 所以只要点进去那我们所有啊花莲的这一些啊瓜农啊你都可以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啊 所以可以直接跟他们来做一些联系来做一些洽购那另外呢我们也呃对呃长期照顾爱护我们这些花莲呃大西瓜的这一些消费朋友啊啊 我们这一次也有办这一个摩柴品啊摩柴的部分那摩柴呢也也非常的多好的一个品项啊 欢迎我们今年所有的消费哎呀我们花莲大西瓜的这些啊消费者相亲朋友啊把握这一个这一次啊 今年啊又已经开始啊品质好啊又脆又杀又甜的西瓜 而为了避免群聚传染的风险玉西农会今年忍痛放弃在台北希望广场经营三年有成的产销活动 行销通路不通玉西农会改走网路让秀古鸾西出产的大西瓜健康安全的送到消费者手中 因为疫情的影响哦所以就是大家西瓜的消费的能力也都有下降了 然后包含说呃餐厅也都没有营业 其实餐厅是西瓜的大众消费的大众那所以呃会有一些影响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今年我们跟又因为疫情影响我们也没有办法出去贩售 我们往年已经连续三年有到土城的海山捷银站 已经跟当地的居民养成有一种默契每到五月的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 他就知道我们花莲的好西瓜会到他们那边 一次最多的时候是大概两天销售七百颗 其实这个今年都没有办法办所以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今年跟建府合作就是在做网路的行销推广 做一个互动的网站然后让大家在网站上面可以 一方面你们一边享受吃西瓜的乐趣 一方面也了解一些西瓜的它的小故事等等的部分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我们讲宅经济 让它透过宅配的方式来来处理这样子 瓜农自产自销而预计地区农会在疫情冲击下也搭上了宅经济的列车 而县政府也参议角共同为优质的花莲大西瓜杀出一条产销之路 而协助瓜农今年能有个丰收年 议会农政小组也不落人后以实际的购买行动来支持推广 最主要现在是武汉疫情在蔓延当中 所有的农产品 所有的西瓜所有的蔬果都卖不出去 因此这样我们议会的农业小组为了体恤农民 所以下乡来考察 希望借助我们的考察能够帮助农民把价格卖得好 西瓜卖得出去蔬果也卖得出去 所有的农产品都能够卖得出去 今年瓜变小了 所以我们刚才在一期农会总干事的报道之下 说现在的瓜就只有25斤左右 以前是40斤45斤甚至50斤的大瓜非常的多 这一次也因为天气的异常 导致西瓜变小了 西瓜变小卖相不好 但是非常的甜 花莲西瓜各产区 种在秀库鸾西、万里西、木瓜西、花莲西等河床杀利地 品质极佳又杀又甜又脆 而今年在新冠疫情风暴下 花莲各地区农会与农民不论是自产自销还是共同运销 除了产区直购 县政府也透过花莲经典农产宅配网上架花莲的优质西瓜 方便消费者上网订购 让大家通通吃得到花莲大西瓜 记者是玉兰花莲采访报道